香港超级联赛亚第九周比赛 来到香港仔运动场 满中南区向主场摆下来 迎战标准流浪的赛事 红色球衣主场之类的南区 坐坐牧洲大战区的日本同乡神田梦实 加上四个日本人齐齐正选姿态披夹 每边都有两个日本外援 最可惜这场赛事 开局很早加段南区的后防大将杜杜杜杜 已经捉华受伤 虽然提前退火 入去的好朋友彭丽娜进来 彭丽娜进来打回前面 在左手边位置 防守中场的机司退后一格 打回杜杜杜的中坚位 之后是鹤铭的大手扔过来 彭丽娜右脚车身半窩里 彭丽娜投诉对手手球 但按照计是没有的 其实这球球没得吹 火中反手已经收起了 加上近距离 然后这下大脚转向远处位置 林家伟 用最稳定的方式 脚转向球 不要力量 他要准成度 如果也能拨到角球回来 接着又离了这边南区 右手边位置一个船中球 左鹤铭 哇 差点整脚世界窝尼波 差一点点 门将卢少奇 紧张挡出之下 益彭丽娜 好像注定他要做英雄 这场赛节 猜猜是先做后备 一早就入带了杜杜 这时候他入了球 先赞一下鹤铭第一脚球 谈起非常精彩 门将卢少奇都少少视线瘦了 前面有个金蓝马洞在这里 大家流浪也很快可以攀成平手 一个角球头锤 神田梦实右手边角球的助攻 做了这边林辽泰一个铁头弓就搞定 这下摔进脚 脚力也非常足够 几乎踢个球 够力水 好球 林辽泰 就这样一遍重新来过 再来一次 神田梦实 特意转边 林家坏 搓搓搓 让林辽泰一个走背脚 林辽泰一个出道 五位谦是紧欣挡走 最终祖联路打倒挂的时候 也被自己有 神田梦实有点骚扰了 最终也被挂失了这球球 不能打球 最后还要再度失手 入球就是金家康 这边坐着木舟的助攻 责位 禁赏地波得手 射穿了这边门将 就是盧少奇 盧少奇 盧少奇也要负上责任这球球 封不下近处位 还有地球这样就流入了 就这样上场 南军领先2-1 到下场方面 其实刘朗都比较诚意 换了很多人进来 包括法兰队 也再一次打到中锋位等等 但是多少机会都不太能打得到 包括这下忠联路车身 勾的球连去 虽然五位谦就摸空气 我认为刘智乐也是很难把得到 这波 完全是零角度 罰球就大量了 下场楼落 基本上清一色都是由神田梦实去搞的 然后这下都吹罚了 就进攻的犯规 尼尾監督 其实南区有机会锁定胜局 提前锁定三分 可惜彭丽娜 这下右脚扯球连 紧紧中内处弹走 就不能够抛比数 他被布顿 布顿对着军义 送过来彭丽娜 顺势右脚扯球连都漂亮的了 但差点运动 否则又可以梅开二道了 前阶联赛 曾经试过对着刘朗可以单场梅开二道 最终是南区都能够一支来保胜果 就凭上本赛两颗球 主场环境的限 二比一 击败了座下球队 标准流浪 恭喜主场之利的南区 全取三分 恭喜南区